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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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浸泡完了之後呢 乾油解掉的工具溶解之後 接著就是噴水 噴水把鮮飲機給噴掉 噴完之後呢 就水乾 把鮮飲機給洗掉之後就水乾它 然後再走去碰到 大約120度就碰到 那還有就是銀漿刺鮮飲 就是這樣呢 我們剛剛看到有一個賣進來的廠商裡面有沒有 它鮮飲是怎樣 你就噴著 就好像刮灑一樣一直在噴火有沒有 一直在噴火來鮮飲 還有這種叫銀漿刺鮮飲 就是一直在噴灑 一直噴灑 然後一直在旋 邊灑邊旋 那鮮飲完之後呢 接著就是確認圖案沒問題了 要做下一步的離子固執跟石科之前 你要讓光阻固化更鮮硬一點 因為在石科或離子固執 他要趕住石科或趕住離子風情 所以他不需要越停越 所以就經過一個略微高溫 大約120度的風靠 所以這第二步的風靠就叫硬風靠 把整體的所有水氣全部都烤掉 把所有的殘存容器跟水全部都去除 然後增加光阻的硬度 增加光阻的強度 機械強度 然後呢 來 使得光阻可以抗石科跟抗離子固執 並且加強他的服務 那一般用的是加熱平板 但是在夜間不是加熱平板 但是在夜間不是加熱平板 他是烤箱 就是一個 一個箱子裡面呢 裡面已經是高溫 就直接送進去 在裡面帶著就是 就直接用烤箱 那烘烤時機 烘烤不足就 怎樣呢 烘烤不足 負軸率會不好 烘烤過度呢 就會造成低減解析度 烘烤過度就要是怎樣呢 他光阻會脆化 烤太乾烤太多的時候 他硬化的時候呢 就很脆 就怕他會努力 片均剝落有沒有 大家要聯想 烤得太 太久就要讓麵包烤太久了 表面反而會脆化 或者是揮旺有沒有 這就產生炭的粒就出來了 臭味大的意思 就是烤焦喔 所以光阻不要烤太久 烤太久比較烤焦 會烤焦 那整個烤焦步驟呢 一定要清洗乾淨 為什麼清洗乾淨 一讓沒有清洗乾淨 就很容易出現 有拼厚的部分 那 過度烘烤 剛剛講過 烘烤的過程中 他會怎樣呢 加熱的過程中 光阻可能會再流動 那你過度烘烤呢 表面的圖案 可能會有光脆化 烤掉 之類的 不過這都不太好發生 基本上都已經有標準流程了 然後接著就是這樣子 圖形檢測 不然光顯完你圖案出現後 這也就是要去檢查你的圖案 第一個 你的護照有運作 如果你拿護護照不出來的形狀 就跟現場形狀不一樣 第二個 有沒有歪掉 因為你一定是 每個圖形跟圖形之間 鬥它的相對位置 那它的相對位置 要組合你要的相對位置 不要說歪掉 不要歪掉 這就是圖形檢測 圖形檢測 所以呢 一般如果對準的話 通常都會設計一個叫做 enlight mark 對準的圖形 或者是enlight p 是什麼呢 比如說 好 取個例子 我們希望圖案和圖案之間 是對準的 那就來囉 如果今天我是做go space 我的active region圖案長這樣 而我gate的圖案長這樣 可是 吐完光之後呢 這是 這是下層的圖案 這是上層的圖案 上層的圖案 下層的圖案也會歪掉 你剛後面看 可能 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因為它就像貼心一點點 你都覺得好像 在中間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都會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在看你對準的時候 不是看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只是看你用對光照 你光照你用對用錯 我用各種顏色來畫 假設這是底層的圖案 這是上層的圖案 然後呢 然後 在上上層 可能還有圖案是什麼呢 康佩的圖案 這可能是更上上層 的圖案 就是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那他們自己直接有沒有歪掉 有時候看圖案 如果在學校圖案很大 你們看不出來 一般都會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對準的 關鍵 關鍵元件 我們叫做alignment 或者叫做alignment 對準圖形 這對準圖形呢 大部分 很多人喜歡用實字來表述 比如說 下層圓件 他會畫個實字 上層圓件呢 他會用一模一樣的實字 就是 那他就看這兩個實字 有時候完全的重點 就可以看出來 有沒有對準 有沒有對準 他就是用實字 包實字的中概念 我們在看有沒有對準 那通常嘛 你學校的經驗來講 他就算 因為我們在不玩光的時候 可能圖形會偏大 或偏小眼 或者是 他不愛一點點 有時候你肉眼 不好判斷 如果各位是用肉眼 在判斷的話 我通常會建議啊 我通常建議 兩個圖形不要一樣大 最好是什麼呢 大高小 可是大比小 只要打一點點就夠 我建議 如果各位是用肉眼 在做對準 如果是用機器對準的話 那最好設計成這樣子 因為他只要 這個空間很長 第一個 只要大的 完全包到小的 那他的誤差很多 就是這個空間的誤差 最大的誤差也不過 就是 邊緣到邊緣的誤差 首先第一個 大的一定要包到小的 大的才完全包到小的 他的對準誤差很多 就是你邊邊 留著這個空隙的誤差大 內 第二個 有空隙你用肉眼一看 你比較容易判斷 到底這兩邊空的有沒有一樣 比較容易判斷 就是 小範圍 也不在正中央 你一定要容易判斷 可是如果是完全 exactly 一樣怪 可是在腹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偏胖一點 偏瘦一點 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看得出來 會完全對切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告訴各位 如果各位實驗師使用的是 手動對準 而是去襯疊一層的話 有時候你設計的 耳耳掛並不完全重疊的形式 去看的時候 有時候不見得 會很判斷 有時候不見得 會很判斷 所以呢 對準就是要 都在正中央 正中央 那如果對不準呢 可能就會外掉 可能偏左邊外掉 偏右邊外掉 也有可能是怎樣呢 角度 所以這個好像很準 但是其實上 整個光照 有 有一個四大角的誤差 變成你看A圖外 可是看A圖外面C圖外 它會偏著越來越大 就代表你的光照 跟你的晶圓 有一個角度上的誤差 就是沒有 沒有完全你再給你的角度對 因為它不只是SY 不只是一種表面SY的正確 它有旋轉比較正確 所以一般的光機呢 通常會有三個軸 會有S軸 Y軸 跟C大腔的調動 通常會有三個軸的調動 這些都是手工曝光 如果是用機台曝光 機台會把你撞走這一切 就不用那麼遠 那通常呢 機台在檢查有沒有部隊的話 它都會有HRM 而這個HRM 最喜歡用的就是用正列式圖案 正列式圖案來看 比如說 下層在曝光的時候 你有下層的正列式 上層路上只有上層這件事 而上層這件事跟下層這件事 如果有錯位有對準差的話 我可以利用光學的方法 來判斷出它們有沒有駐差 基本上現在半導體製程的機台檢測 都是使用光學的手法 或者是非破壞性的手法 不能用破壞性 破壞性就會造成原件 由這個晶圓受到複雜 那可能會出現了壞的Damage 或是烈花 都會盡量的使用光學原理 就是利用干涉 的方式來判斷相對位置 所以通常呢 就會故意用一堆柵欄式的結構 來判斷 內容對齊或對準 那Hg就是使用電子顯微鏡 SEM 直接用肉眼去看外 電子顯微鏡 我們一般的顯微鏡是什麼呢 是光學顯微鏡 可是當你尺寸很小的時候 光學顯微鏡的倍率已經不足以 讓你看到它的尺寸的時候呢 就使用電子顯微鏡 那電子顯微鏡是目前解析度最高的顯微鏡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顯微鏡就是利用光的 光打下去之後的反射光 看到的顏色差 或是高度差 或是反射出來的波上差 但尺寸很小的時候要用電子顯微鏡是會 電子 每一顆電子在微小的微觀世界 它就是個電子具有波動性微 而電子的波長可以利用電子素的能量來控制 所以電子可以藉由高能電子 它的波動性的波長越短 它可以看到體系度更高的圖案 或是尺寸更小的圖案 它可能是把電子當成一種光的 因為電子紋身具有波長 好 這是電子素顯微鏡 它S片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來去看關鍵尺寸 關鍵尺寸通常都是最小的尺寸 或是最重要位置的尺寸 光學顯微鏡 光學顯微鏡只能看到光學肉眼 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那通常在四圍裡 就是小於一圍裡一下 你用顯微鏡或光學眼鏡 很難看出它的差別 就只能進入到電子顯微鏡 好電子顯微鏡 因為可見光 來 可見光的波長是有到多少 可見光直到 從3900A到77500A 所以3900A換算成尺寸 就是0.3900A 0.3900A 光的波長直到0.3900A 而且這還是浮光 所以一般小於1.0以下 或是小於0.2500A 你根本沒有要看得到 因為它的波長比你的 原件的波長還要 原件的尺寸還要大 光的波長 可見光的波長已經 就看不出有不同的 因為它解析度就不夠 只要找另外一個 電子素 可以用電子素 因為電子素的能量越高 電子素造成波長就會越短 所以高能量的電子素 可以用來檢測 非常小的電子素外 這是因為光 因為人家說 電子具有玻璃二層性 具有二綠波長性 而它的機制是什麼呢 電子素打到物質的時候 會激發出二次電子 或者你可以想說 電子打到一個材料 會撞出這個材料的外層 會有一點電子出來 這個撞出來的電子 就稱之為二次電子 所謂的二次電子 就是入射電子 裝到材料之後 把材料裡面的電子撞出來 這個被撞出來的電子 就稱之為二次電子 所以當電子素 撞到物質的時候 激發出這個二次電子 而我們的顯微器 就是收集這些二次電子的訊號 撞到不同的位置 撞出來的 二次電子的強度會不同 以前你在撞二次電子的時候 你的萬物本身有高有低 撞出來 撞出來的能量強度 也會不一樣 就可以被光顧到 再來 尖銳的邊緣 尖銳邊緣 二次電子的倒達角度 越大 它能夠收集 更多二次電子素的話 它就會有比較強的訊號 通常你在邊邊角角 就會有形狀出現 所以 X電子 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就像這樣子 一堆的電子素打下去 我們就是要收集 撞出來的二次電子的訊號 所以只要有圖案 只要有邊邊角角的地方 它的強度 二次電子的強度 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很明有圖案 在邊緣的地方 二次電子的數量不同 它就會成像 雖然是黑白的 它的成像是黑白的 是黑白的 收到的訊號會比較亮一點 會比較慢 所以電子素 二次電子越多了 它就會越慢 然後呢 如果完全沒有圖案 二次電子 那就是全黑的 那就是全黑的 看不到東西就是全黑的 所以你會看到 越灰的越白的 就是二次電子越多的 一方 這就是電子素性的鏡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就是穿透一點 沒有什麼 這就是經驗要怎麼在是東西 就是你 是你 是 這個就是電子顯微鏡所拍攝出來的 都是黑白的圖形 這都是表面SEN下去 這些都是SEN的圖 你們會看到邊邊角的地方會比較亮白邊 因為這裡有二次電子的圈好像比較出來 只要在邊角的地方 邊緣的地方 凸顯的地方或是有角度的地方 會比較亮 那不同材料 它扒出來的二次電子的訊號強度也會不同 所以就會看到會有色差 會有色差 這裡的材料跟這裡的材料不同 所以同樣都是平面打出來的 訊號的強度會不同 不同的材料的強度不同 然後高低形狀不同 它累積的強度也會不同 所以就可以看到圖案 這就是一般的SEN的圖案 掃描是電子顯微鏡 像眼鏡都會使用所謂的CVS CV就是Critical Dimension 關鍵尺寸 CV 都會使用CV SEN 關鍵尺寸的SEN去檢測 它的形狀 那還有一種呢 是使用什麼呢 使用火源偏光 火源偏光影 來去判斷整個形狀有沒有符合 不過是牽扯到非常複雜的數學 做一張機械的話要花費很多的時間 而且會花費很多的錢 這個是要跟製程一定做才能做的東西 這個叫做CVSEN CVS 一般都接近這個 光學就可以接近怎樣呢 這有沒有有點像是視覺有沒有 每個人去看那種眼科的時候 他會問你 哪一條比較粗 有沒有 哪一條比較粗 那你到底是正粗還是假粗 醫生會知道 光學就可以再判斷 這個判斷有什麼好處呢 它可以判斷你的曝光機的曝光能力 有沒有問題 我就故意設計怎樣呢 因為我一樣是大小的圖案 但是我的間距有細的 有間距寬的 然後鋪下來之後我還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可以故意設計光照這件黑線 跟這件黑線是一樣粗 照理說我可以設定一樣粗 但是鋪完光之後 會不會一樣粗 那就看你的調整的光學的那些 光源強度 波長有多乾淨 還有什麼呢 那個顯影的時間 都不OK 破光的時間是不是剛好 只要這些 關鍵步驟當中 有的沒有調好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密度比較密的 密度比較稀疏的 明明光照上的圖案是一樣貪圖的 可是曝出來的 很有可能這裡會偏向 這裡可能會偏出 為什麼 因為這裡比較稀疏代表什麼呢 這些都是照到光的 白色的地方就被人不見了 都是照到光的 這邊照到光之後 這邊的區域面積 大家這裡光的區域面積下 光的區域面積下 打下去它像四色的 散色的光的強度會比較多 所以呢 這一根它裡面空白越白 白色越快 在破壞光的時候呢 就有越多的白色光 可能會達到這個 這個連線的內力 以及怎樣呢 你在顯影的時候 這裡是要被容檢掉 被容檢掉的時候就代表 這邊容易很容易充滿的 這個在這裡的堅決 可是呢 這裡的白色冷氣代表什麼呢 這裡很密 容易要進去 溶解再流出來 比較不容易 所以要導致怎樣呢 越西疏的我們稱之為 比較隔離比較遠的圖案 看起來就比較細 越密集的 曝完光吸引出來 才會比較粗 那所以要怎樣才可以 唯一條製程呢 一直調整到 不管是密的 或者是疏的 不管是細的 或者是粗的 它能夠曝出來的形狀 都跟光照三一致 哇那就是最好 那就是最好 因為這是難免的 比較密跟比較書的 在整個化學能力流進去跟流出來 就會有所謂的 能夠並備 就會有所謂的 複展效應 這個可能後面時刻會降到 因為所謂的 溶解 這種化學環境是怎樣呢 溶解進去 碰到固執 發生化學環境 溶解之後呢 還要再將複產物 流出來 如果今天你的 整個時刻的過程呢 是在一個非常窄的小小腿肌內 化學容易要流進去 要溶解它 溶解完膚腸要流出來 這個時間就要跨得比較久 因為你的 你的你要 你產生化學環境的地方 太小看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很大 變大產生化學環境 化學環境 化學環境容易進得去 也容易流得出來 那它的化學速度就會比較 快一點 就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比較密跟比較稀疏 你如果是化學反應的話呢 它的反應速度會不一樣 再來還有什麼呢 轉角的地方 轉角的地方呢 容易的到大腳步也會不同 比如說這個是270度 這裡只有90度 而平的地方是180度 化學容易可以進去的溶解 一直都不同 所以呢 一般的曝光它都會設計各種圖外 來去微調我們整個曝光過程中的 所有的條件 包含什麼呢 光的強度 曝光時間 斜影劑的 的時間 然後這些 都可以微調 讓這些形狀 盡量的離近 你光照著設計的不外紙唇 不要想說直的曝出來就是 就很直喔 不見的喔 曝出來甚至有可能中間比較胖 中間比較瘦 兩色比較胖 都有可能 曝光的時候呢 很有可能是怎樣 很有可能這邊比較細 這邊比較胖 或者是中間比較細一樣 這比較粗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就會發現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曝光這個尺寸跟你光主尺寸完全 光主尺寸跟光照是一模一樣 那如果說你曝光過度或者是斜影過度呢 中間可能會變得比較瘦 外面又變快 然後就變成 兩側關 中間瘦 那有可能怎樣呢 你探面看沒問題 從 從正上 從上到下看 好像不外一樣 可是你只要一轉個角度 從側邊看 就發現了 這個雖然好像是粗的 實際上它是提琴鐵工 就是你以為長度剛好 但實際上表面是比較瘦 下面是比較胖 也就是說它這個 側邊的檔視 能力就會比較多 所以 黃光製程 唯一在微小化過程中 之前講過 在整個 尺寸微小化過程中 兩個部門的工作 會有壓力很大 一個就是微 它必須要保證怎樣呢 尺寸變小的 曝光也要很精準 不會發震動過度 形狀長度不一定 或者是有清醒出來 那另外一個部門就是 時刻 如果今天我可以做到很直了 肯定時刻出來不直 那就是時刻的高大平 如果我曝光曝出來本來是不直 那我時刻出來不直 我可以說 曝光都沒做好 它免好 這樣也很理從當然 求人得人啊 你先好了再怪我 就會這樣 就會這樣 所以 這樣的部門 很關鍵啊 很關鍵啊 很累啊 很累啊 但是呢 好處是什麼呢 只要你看到圖外有個問題 你畢竟 下面的基板 都還沒有去干擾 他 還沒有做任何破壞性的事情 只要曝光 檢測出問題 可以重來 只要把公主全部代身解掉 再重新上張出庫光 重新來維穎支撐 他是可以rework的 可以重 偷 再來過 因為你還能進行後續的離子物質 跟 使科這種 不可逆的支撐 那 唯一是一個可逆的支撐 做不好 洗掉船半 重新上張出庫的 可以 大家講過 會用使用很多的光學機制 光學設備去檢查你的圖案 要讓 有沒有 可以 好 所以整個曝光的過程中呢 是經營進去之後 經營進去之後呢 會先將表面烤乾 烤乾之後呢 冷卻 冷卻下來的時候呢 去浮光煮 光煮塗不完之後呢 去軟烤 軟烤完之後呢 再冷卻 沒事的烤不到冷卻 冷卻完之後呢 送進不進去曝光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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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不緊緊浮完光之後呢 接著 稍微烤一下 化學性增強試光 补完光之後稍微 加熱一下 增值他的化學拇音 只要有加熱就要等他涼 等他涼入以後呢 去 鹹دي 鹹 rode砰洗 泡泡洗的漩know強 鮑英機泡完之後呢 沖水 懸乾 懸乾完之後呢 再來 ил 好 懸乾完之後 這個男人 陰口 同時也在怎樣去除水氣 因為你懸崖完之後放到這裡 可以把多一點的水氣蒸發掉 也要把光阻更硬一點 好更乾一點 然後再冷卻 再來就出來就是怎樣 檢測 光學檢測 大的圖案可以用肉眼去看光學顯微鏡 小的圖案就用電子顯微鏡去檢測 那通常可以用電腦自動去檢測 用電子顯微鏡自動去拍照去檢測 檢測完之後呢 沒問題可以從下一步 有問題再送去重新reward 那這些的機台呢 如果你都是同一個平面的 剛剛講的 每個現在都是同一個水裡面在置放 你會用到面積就很大 那前面講過 無城市這個環境是寸乎寸丁的 機台的面積能夠越小就越好 所以我們之前嘉賓記者講過 爐管有分水爐管跟垂直爐管 所以爐管佔地面積就比較小 但是比較高 但是高不怕 怕的是面積大 因為寸乎寸丁 所以剛剛的這些 圍以制程當中的每個步驟呢 都會用堆疊式的 堆疊起來 而不會是平面式的 如果平面式的 整個機台的配置 就需要很大的面積 可是如果你是錘子架構 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 這樣的話 這就是怎樣呢 這個就是透漸錯色區 你把它領起來就變成什麼 垂直施大樓 那垂直施大樓 那垂直施大樓面積就小 面積就小了 所以同樣的土地可以蓋更多的裝置 這就是為什麼開發成土地上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蓋大樓再換成 因為可以縮小於使用的土地 因為土地面積就變小 這樣子 好 以上是整個曝光的過程 整個圍影的過程 那接著要介紹的是 跟圍影強相關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圍影追求就是要 解析度要 解析度跟景深很重要 跟景深很重要 所謂的景深就是什麼呢 可以成像的區間 好 可以成像的這個任聚要越大越好 景深是要越大越好 當一個光透過光照上的孔形或孔洞 射出來的時候呢 會產生繞射 會產生繞射 使得投射出來的圖案 沒有光照上的圖案情形 比如說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光照 光照上面開個小孔 照理說光透過小孔後 應該算是吃得下 但是很可惜光會繞射 光出過這個孔的時候 會有霞縫繞射出來 它會一些四面八方跑出來 你的光是直得下來 但是透過孔性之後呢 它會向四面八方產生繞射 使得曝完光之後呢 這裡會產生 單霞縫繞射的圖案 變成怎樣呢 主要光面都會使用在這裡沒有錯 光主要使用在這裡 可是旁邊也會有建設性感染 旁邊只要有建設性感染 只要光的強度夠強到怎樣呢 讓光主產生反應的話 原本這些地方 原本只希望這裡 不要有光主 其他的地方都要有光主 可是只要這個光的強度 強到讓光主產生感光的話 那出來就會變成很多很多的感應的光 很多的光主就會被施掉 你的光主形狀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而是一個方塊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變成怎樣呢 曝光之透 透過光照之後呢 最好再利用一個透鏡 讓散射光 這個繞射的光呢 重新再聚焦亮 來降低旁邊的建設性藍色 將旁邊的建設性藍色的強度降低 讓光盡要不要集中在 你想要集中的地方 讓圖外變得更影響 所以呢 整個曝光機非常重要 就是光學透鏡的設計 光學透鏡的設計 就很重要 所謂的解析度 光學所能達到的最佳解析度 解析度這個詞就是越小越好 越小代表它能夠 將越小的尺寸 覆光的越清楚 你可以想著說 在多小的尺寸它還能夠清楚 就是它的解析度 解析度 這個數字越小代表它的清晰度越高 高解析度不是數字大 高解析度是代表這個解析度的數字 代表越小尺寸的 越小尺寸的圖外 它可以越清楚 這叫解析度 解析度的公式等於 MA分之K1難打 MA就是所謂的數值孔徑 Numerical action 難打是光源的波長 K1是整個機台的系統長處 看起來怎麼設計 怎麼機台是怎麼設計的 所以你會看到 Resolution 解析度等於MA分之K1則3難打 而我希望這個數字要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而這數字要越小的話 有MA MA是什麼 剛剛講過數字孔徑 什麼是數字孔徑 數字孔徑等於1分之2R0 第一是什麼 第一是光照跟透鏡之間的距離 R0是什麼呢 R0是透鏡的直徑 就跟透鏡的大小有關 所以這個R要越小 MA就要越大越好 MA要越大怎麼辦呢 第一個 D要越小越好 MA考一下 D要講越小 光照跟透鏡的距離 要越近越好 光照跟透鏡之間的距離 第二個 R0要越大越好 就是透鏡要越大越好 所以要怎樣解析度才會A越好 從透鏡的角度 透鏡的尺寸越大越好 但是就會越貴 就越貴 越大 你越要讓它粗度好 這個透鏡就很貴 就很貴 再來 透鏡跟光照之間的距離 透鏡跟光照之間的距離 要比較近一點才可以 所以這些設計很重要 再來是什麼呢 所以 較大的透鏡貴 高顯晰度但是貴 再來最簡單是什麼呢 波長短 使用短波長來曝光可以提高顯晰度 但是光源很貴 光源很貴 因為曝光的波長是有極限的 當然你可以使用什麼淨濫式技術 可以縮小的波長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追求光源的波長要短 因為波長會短你的解析度就會越好 R值越小就會越好 只是怎樣呢 大家要知道 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光是個電子波對不對 可是大家都知道 有另外一本學問叫做光學 Optical 或是Optic 那它跟電子學有什麼差距 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光是電子波啊 那用電子學就可以了嗎 為什麼把它延伸出光給出光 為什麼 會不會下鍋 因為電子波的數學很負擇 可是如果今天將電子波的波長 侷限到只有光學波長那一段波段的話 很多數學式可以簡化 可以簡化 就變成光學成功的式子 包含一些什麼斯乃爾定律啊 有沒有 一些光學的特性 它只代表這段波長 可以使用光學的數學 光學的數學方程證明 電子波的方程是簡單 是因為它這段波長的電子波 它可以把一些數學式簡化過來 可是當你的波長 大家講過 在追求的Solution 高 也就是R要越小 蛋R要越小的時候 一旦你的光 已經波長小到接近到S光的時候 S光還用光嗎 中文翻譯你的光大 但實際上它已經不是可見光了 那它還可以再使用光學的數學方程式嗎 就可以了喔 它必須要回歸到電子波的方程式了 就不可以使用簡化的數學方程式了 這就是S光 所以 當你的曝光機走到 如果使用S光的話 它整個設計都要大改 因為它已經不太遵守你的光學方程式了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如果使用S光去開發 曝光機的話 成本非常高 因為它的系統幾乎都要大幅度的改變設計 就這個原因 好 這邊就寫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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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